我要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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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日地 我要日地 少爷 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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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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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找去呀 我马上 找小芬 马上 马上 找小芬 芬 给我找小芬 芬 芬 跟上 大宝 大宝 现在什么情况 具体情况不清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对面有人 我担心他们 已经发现了我们 所以也不动了 柱子 在 你腿叫利落 莫过去看看 明白 小心点 是 吧 不过去 赶快下 来 别动手 我也是马路 狗屁 俺看你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就是个贪子 走 别动 你别动 来夫啊 你别动 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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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宝 二杆子 这是你们呀 你们还活着 活着 你干什么玩意儿呢 哭得跟个娘们似的 你死了娘了你 你死了娘了你 我这是哭吗 我这是人人进沙子了 进沙子了 就是啊 再说了 我要是流眼泪 也不会你小子流 你小子死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 你小子太死了呢 营长 这小子真是咱自己人哪 柱子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孙连长 来夫 来夫 这是我新车的警备员 柱子 你小子 你小子怎么那么愣呢 我都说我是八路军了 你咋还动手啊 那你非干 对着干 你要乖乖投降 俺兴许就信了 投降 你问问 我们特务营 有会投降的吗 不过功夫不错啊 打我的拳还挺疼的 你小子也不赖啊 你踹俺那脚 俺现在还疼呢 来夫 你怎么在这儿呢 是不是司令派你来找我们了 是找人 不是找你们 不是找我们 山东纵队司令部 给贺司令发来电报 说一支执行秘密任务的小分队 在这一带失去了联系 最近一次联系上是前天晚上 司令部命令我们来找他们 并且为了方便联系 还特意调了三部电台 给了三支找他们的队伍 看来这支小分队很重要啊 要不上面怎么那么重视 是啊 临走前还发了照片 这个是他们的队长 这不是商队的老牛吗 你们看看 大炮 看看 这还看啥呀 这就商队老牛吗 啥 啥商队呀这是 别提了 我们突围出来之后 到一个村庄里修整 那个村庄之前来了一个商队 神神秘秘的 有可能就是你们要找的 那个小分队 那太好了 他们人呢 人 走了 走 走了 那你们为啥不留住他们呀 还留呢 差点没干起来 就是 明明知道咱们是自己人 也不告诉一声 还弄得神神秘秘的 咋留啊 你说这事呢 是啊 大炮说得对 我们不是吃过鬼子的亏吗 你说我能敢冒这个险吗 不是 那咱到哪儿找他们去 他们说去东营 我大概知道 他从那条道儿兴许能追上 太好了 同学员 到 同学员 到 告诉贺司令 已经有小分队的消息了 我们正在赶往找他们的途中 是 等等等等 告诉贺司令 找到余营长跟病号联了 是 Amelia 那夫妇 eta φ 你们 Fields 你认真有小unya 对 真是 你 这 什么事 你是 这里 好 他们 这么开心 你 瘴 看看 你 你看 找到那支小分队了 不光那支小分队找到了 还有于东风 和病浩莲的战士们 都找到了 真的 太好了 在哪儿找到的 是孙来福碰见他们了 正好啊 在他们 往咱们这儿来的路上 碰到的 要说这个于风子呀 他就是孙悟空转世 七位真火都烧不死他 还有更巧的呢 于东风之前在突围的时候 和这支小分队啊 还遇上过 你 你说这是不是天意啊 这小子什么时候回来 你呀 等一段时间见不着他呢 为什么呀 考虑到总部任务的重要性 于东风的位置又很合适 所以我就直接命令他 暂皇归剑 由他指挥部队 找那支小分队 由他们去执行这次任务 是最合适不过的 可是 他们刚刚脱离威胁 又让他们投入到新的战斗 是不是有点为难他们呀 毕竟总部的任务 是重要的 行了 不说这个 今天啊 我高兴 待会儿通知火防 让他弄俩硬菜 明晚叫小猛子下河 逮两条鱼 今天晚上 咱俩好好喝两杯 好 行 我这就去准备 有鬼子 乔子 乔子 担任主机 请安安快撤 那不是之前在村里遇到了八路军吗 他们怎么回来帮我们了 他们来得太及时了 这下我们安全了 进去 进去 好 佐竹君 今天很可愛 佐竹君 坦白說 你來這裡 驚訝吧 不太久了 我來在中國 在中國以來 正常的說法 正常說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不喜歡 但是 主要是主要主要 我們現在 把帝國的力量 所以我們 要忘記曹布君 我們也要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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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喜歡 不想 佐竹君 有些人 我們想不喜歡 但是 但是这任务的务力 不是我的意思 可能是你和上的 分析 而且 你身体的状况 没有人选择 这次的机会 你终于休息一下 安心 如果有敌务的 如果有敌务 你用了 报告 进去 散家 你从中国来到大陆 基本利益忘记了吗 我看你 八六的情况是什么 杨口镇去年纪的 是在追击中 八六的町布製造 七枚只能保存 残留了全部剩下 以上 八六的手势 这是沙鷹四一的 对吧 把八六冲发到我们的困难 快点 我给你带来 把图的图片都冲击 你们一个人都逃了 是 来一个 多谢啊 怎么是酒啊 连累干了两仗 喝口酒 压压惊 谢谢了 兄弟 不够啊 我不明白 你不是怀疑我们吗 怎么又过来保护我们 怎么 该追了 想他表示 是 我来就是想给你当标识的 行了 别装了 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装得还挺像 连我都走眼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乃佛 到 这电报不假吧 酒也喝了 也一起出生入死过 算是过敏的兄弟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于东风 十二支队特务营营长 我奉赫司内的命令 护送你们到东营 太好了 看来撒谎的 不止是我一个人 不过名字我可没骗你 革命以前啊 我叫牛长盛 参加革命以后呢 改名叫牛永和了 永远革命的意思 林营长 替我谢谢 你们十二支队的同志 和领导们 太客气了 都是自己同志 是 我想问一下啊 你们的任务 到底是个啥呀 很抱歉 我的任务高度机密 不能告诉你 希望你能理解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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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在今后的路上啊 咱们会碰到 很多的麻烦事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尽管说 好 咱们从这儿 去东营的路上 你和你的队伍 都必须听我的 啥时候走 啥时候停 走你条路 碰到鬼子怎么办 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 咱现在是 一根石上的蚂蚱 总不能出现 两个指挥的事了 只要你同意 我保证 把你们送到东营 只要不违反原则 保证完成任务 我的小队 可以听你指挥 好 好几天 好几天没吃饭 饿了吧 慢点吃 别噎着 你看我这个傻儿子 多会疼人哪 你这俩鸡蛋呀 就是他留给你的 你说你上哪儿 找这么会疼人的男人去呀 你这个死丫头 不吃你还给我糟糕东西 你不吃甭吃 是 我问你 你想得怎么样了 到底嫁不嫁呀 我问你话呢 你聋了呀你 我看你啊 就是啊 没饿找你 你咋开吧你 你咋开吧你 死丫头 我这回啊 我多饿你几天 我看你到时候 还这么倔薄 走 小凤姐 快走 等等 让我嫁可以 我有个条件 这么会儿你想通了 啥条件 你说 我家人 不能太寒酸 新衣服 金首饰 轿子 一样都不能少 那当然了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一定风风光光的 把你取进门 还有 我想洗个澡 我要干干净净的家人 行 只要你啊 答应嫁给我儿子 什么都好商量 我呀 这就跟我们老头子 商量去 你呀 多吃点 多吃点 慢慢吃啊 儿子 走 你有媳妇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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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媳妇儿了 这么晚才到啊 我以为出什么事了 是出了点事 进去说 快进来 老妞儿啊 这两位同志 以前咋没见过呀 这是十二支队 派来护送我们 去东营的 在路上被鬼子 闻得味儿了 要不是他们 可能我们就被吃掉了 介绍一下我的救命恩人 余英厂 甘连厂 知识老秦 自己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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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同志最近 有没有消息啊 前几天派人来 问你们倒没倒 说东西啊 这几天就准备好了 好 明天我到镇上找他 那你们其他人呢 这么多人 进村子太扎眼了 我让他们 住在山上的窑洞 对了 老秦 给他们带点粮食去吧 行 包在我身上 我去给你们弄吃的 去吧 添麻烦了啊 没事 老妞儿 我听你这意思 是要去附近的镇上 是啊 要去北口镇 跟一个同志接头 我不问你去干啥 你也不会告诉我的 但是呢 我觉得你一个人去呢 有点太危险 没事 那镇子很小 就十几个二狗子 而且镇上也没有围墙 我来取自由 不是这个事啊 老妞儿 鬼子已经摸清了 你们的行踪 我担心你们 到了这个镇子上危险呢 这么多人跟着我 反而更扎眼 你就放心吧 老妞儿 咱这样吧 让我的兄弟跟着你 到时候有个照应 好吧 那 不过先说好了 到了镇上 一切听我的命令 听你的命令 咱俩谁级别高 我是连长 你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讲级别 说到打仗 我可能不如你啊 不过出这种任务的话 我一定比你强 我参加革命的时候 我想你 应该还在穿开单裤吧 行了 老妞儿说得对 你跟着她 一切听她的 你的任务只有一个 把老妞儿安全地送回来 行 热水凉水都准备好了 赶紧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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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你也不想吃了 一样 你也不想吃了 你也不想吃了 我今天在那天 都不想吃了 我今天在那天 我和我们一起 有个仲人 有个目的 我必须要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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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 我必须要尽量 我一直在疑惑 我一直在疑惑 而且 我一直在疑惑 我一直在疑惑 但是现在看来 可能 你会解决了 你今天晚上 会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不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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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还不远 但是我还不远 但是我必须教 我必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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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我们这回 到底跟谁见面 我这一路上 心里都憋着呢 你越不告诉我 我越想知道 咱都是八路军的 有啥不能说的 你应该学学你们渔营厂 不该问的就别问 知道了 记得以前这里没有烧架 为什么今天会多了一个 怎么射架了 有关卡有啥奇怪的 要没有关卡 我觉得才奇怪 走吧 把枪给我 要我强干啥 你自己不要吗 下一个 手打开 你这脑子是怎么当上连长的 没看到他们要搜身吗 走吧 走吧 快门了 快点 干什么呀 走吧 走吧 你老冬长希望个傻 跟做贼似的 傻子都能看出来你有问题 我这头一回穿着衣服 这浑身都不自在 再说你把枪都藏在阵外了 身上也没个磅身的 总觉得别别扭扭吧 没事 踏踏实实的 就当跟我进来买东西 咱这回也用不到枪 好香啊 也不能让你这么大的连长 白帮我干活 来 买几个帽子吧 我这么大一连长 你这就想收买我 不要 这么有原则 那当我没说好了 我们营长也说过 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你要是诚心诚意请 帮我吃包子 那我就吃了 谢了啊 老板 这包子怎么卖的 我这儿有素馅的 还有肉馅的 一样给我来俩 好嘞 这包子没给我呢 你给我他 快走 包子 小钟 走 走 咋回事啊 怎么这么多人追我们 茶叶铺二楼有一盘狼花 那是我们的暗号 说明交通上暴露了 明白 快 快来 快来 快走 小心 快走 四肢 快走 四肢 站住 怎么样 没事 快点 向前 快点 我又逃了 你怎么会参与你一样的残酷 北京街和北京的距离 周围的军队是只有一种招待 这一年早就没想到 我们人们在那边去逛逛 然后逃跑 那是当然的 你不认识 人们已经招待了 谁会攻击 如果在这儿怒着人的攻击 他在急着探索 更多意义 给你资金 我比你更多的状态 我确实告诉你 你最唯一的舞台的唯一端子是 准备 出发 出发了 出发了 他们 出发了 出发了 周围五十公里 是 开门 开门 你别紧张 我去看看 这是咋了 别问了 快 快快快 来来来 扶到床上去 杆子 杆子你咋了 怎么了 杆子 监制住杆子 没事吧 杆子 杆子 伤到哪儿了 肚子住了一下 监制住 警察伤口 杆子 忍着 咋回事 咋回事 我们的目的暴露了 差点没逃出来 监制住 监制住 我的兄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你 监制住 监制住 有酒吗 拿过来 咋呀 来 秀我做什么 把煤油灯拿过来 找到了 监制住我监制 来 埋伏 老法子 先给他灌酒 杆子 来 好 喝了就没事了 释法太突然 我也不需要他受伤 先把子弹取出来 来 好了 这样行吗 行不行就跟他造谎了 给他塞上 杆子 来 杆子 杆子 忍着杆子 忍着 忍着 忍住杆子 这边 你别躲住 开门 快开门 快点 快点 快点开门 快给他抬到屋里地窍去 我来对付鬼子 快 快 快点 快 走 快 开门 有人吗 老秦 王队长 这是咋了 搜查 搜查 搜查什么呀 少废话 太军搜查别不张眼 王队长 咱们平时关系不错 这是干吗呀 老秦 你别怪我 这是日本人的命令 说是抓逃犯 这挨家挨户都得搜 今天镇子上乱套了 打死了好几个日本人 你就配合吧 给我搜 王队长 放心吧 家里没人 都给我仔细搜了 看死机了 放心吧 家里没人 来 看死 停着 给我停着点吧 来 把嘴给他捂上 不要让他叫出声音来 你要干什么 我要给他取子弹 你疯了 鬼子就在上面 我知道鬼子在上面 不取子弹 我兄弟的命就保不住了 他还是叫出声来 我们全都得保了 所以你得把嘴给我捂严实了 你只是个疯子 对的 老子就是疯子 杠子 忍着 王队长 那么老远来的挺辛苦的 来 来 来 喝口水 太军 太军 放心吧 家里没人 这里没有人 太军 走 走 拧着点 忍住啊 兄弟 赶子 忍住啊 赶子 无处 走 好像有什么动静 动静 没有啊 不对 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叫 叫 没有啊 是不是村里的狗叫 你听差了 不是 好像是有人在叫 我 紧张点儿 没有啊 王队长 王队长 您看啊 这是我亲戚 送给我的一潭蓝陵大驱 一直想给您送去 正好你来了 你就给他抱回去吧 不错 那我就不客气了 咱俩的关系 你还客气啥呀 拿回去喝吧 行啊 行 你歇着啊 慢走啊 有空过来喝两粥 来 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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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托人去弄点药 刚才真险呢 好在他看起来 没什么大事了 你干嘛呢 干什么 我不管你能进行什么狗屁保密任务 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了 你要干啥 我是不会带着我的战士 去完成一个 连我自己都不清楚的任务 你这是拿着我们的命 在当儿戏 放开我 我给你看样东西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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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我就是想要求你 你不想找到目標 我就是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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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普君 你也許你也許你 你不說話 你就是要求你 你就是要求你 我下一个人的财务 我来帮你 你怎么会有这些财务 在这些财务的财务 一遍你考虑吗 你听到这些财务吗 这些财务的事件是财务的 我回答了 你不觉得这样吗 你这些地方儿 你最近的地方 你明显说了 这就是三十区块 这就是三十区块 可能这是只是一种副链 继续 北口阵的贡献 是从自然间贡献的贡献 我们的目标失了 同时八六郡 是一种贡献的贡献 都不能够拿到手上 八六公里的经验 他们一定会尽量 合作的秩序 给你一个资格的资格 给你一个资格的资格 这个金库的主持人 是中国人 那是苏小菊 苏小菊 原来你们押送的是黄金哪 是啊 我的任务 就是把黄金 一路送到延安去 这些年啊 我一直从事这项任务 我的很多战事都倒在了 去延安的路上 不过 虽然这项任务很危险 但是没有金子 组织就无法购买 抗战用的物资 为了抗战的胜利 我们值得牺牲 这么多金子 你们从哪儿弄的 山东地界有很多金矿 都有咱们的同志们 和爱国的金工 他们悄悄地 一批一批地 甚至一两一两地 把金子运出来 等积攒到一定数目 就由我负责押运 你这次来北口镇 也是为了取黄金 没错 不过 跟我们街头的同志 应该出事了 我想这批金子 应该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所以 我暂时不能走 不能走 那你们留下来 还要干吗 附近还要够金矿 我要和咱们自己人街头 再弄一批金子出来 你们金子已经够多了 为啥还要犯险呀 你不明白 每次金子 必须要到达一定的数量 少一两 就意味着 少买一些药品 少买一些丹药 也意味着 有些战士会因此牺牲 我明白了 但我还是不同意你去 老鱼啊 我说过 我可以听你的 不过前提是 不破坏我的任务 和不违反原则 所以这件事 咱们没得商量 不是不同意你去搞金子 但不是你去 我们去 为了安全起见 金矿里这个自己人 只有交通站的老汪 一个人知道 连我的没有见过他 只知道他右手 有一个纹身 你们混进去 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这个人 在他的帮助下 尽快凑齐黄计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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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份繁忙 没来看你 请多原谅 苏小菊 苏子 对你我早有耳闻 听说你的父亲 还是为了皇军而被人杀害的 是 凶手现在还在逍遥法外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向武哲男 是新调刃的 交冬地区指挥官 左卓太君呢 好 他还在 不过 另有人用 请 请放 请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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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